宗教 就是透過我們對超越的存在 來啟示生命對永恆的追尋 傳統宗教本質上就是一種靈修的宗教 真正的目的是要人去憎悟生命 去體會生命 所以我們這個課程是幫助我們了解 宗教的本質 就是人往生命內處的開發 去成就自我的靈性 宗教本來就是神聖性跟社會性的結合 神聖性跟社會性 事實上它來自於幾千年的價值觀念的傳承跟研系 所以我們在對本土的漢人宗教 或者是對我們本土的傳統宗教 不能只停留在外在儀式的表象 更關注的是民族生成的宇宙觀念 以及各種精神性的文化內涵 今天雖然科技非常的發達 但是古老的巫術跟禁忌 還是扮演著我們生命存在的重要的精神媒介 所以現代人已經很難了解宗教的本質 所以對宗教有很多的誤解 希望我們從神聖領域裡面 來引領大家對宗教有更正切更正面的認識 所以我們這個課程的目的 就是要去探討幾千年人類精神文明的傳承 以及怎麼面對現代社會的挑戰 我們也可以有繼續傳承的契機 本課程是從宗教學的觀點 講理論與食物結合 理解幾千年來本土宗教能遠遠留長的信仰內涵 以及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轉變的形態 戰後本土宗教與外來宗教是如何發展的呢 新興宗教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歡迎大家來選修台灣宗教文化傳統與現代的發展 在 weekend 書文化傳統與現代的發展 我們支持所謂地的契機 最上課行的目的